好,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像这样子神殿上面的柱子好了 利用路径跟随工具跟多边形工具 好,一样,路径跟随工具 我们先做底下的柱柱 好,一样 先从正视图或测视图 老师有讲过 我习惯都是从圆点开始做 这里有一个圆点 好,我们先任意画一个 好,记住,要贴齐这一个 所以我这里告诉他 我要对齐这个再慢慢拉下来 这样子等一下我在做的时候 这里才是一条直线 没有很容易歪掉 好,我现在有这个 很剖面的 记住要往下移一点点 好,这样子才不会跟我的路径卡在一起 好 再给他一个任意的路径,没关系 好,delete掉 好,先选路径,再选这个路径跟随工具 再点一下这个很剖面 好,他就绕一圈了 好了之后 好 我这里记住要把它转成圆件 好 好 为什么一定要在圆点做呢 好 ScheduleUp最困难的东西就是对齐 好,你物件的要对齐 他这里没有对齐工具 好 当然如果你有外挂的 其实 他有对齐工具 好,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画一个 多边形 好,所以你看我这里助身 好 我这个吧 所以这个就没有对齐的问题 我只要再把这个助身往里面 往下面 所以你看他刚好 就要卡的刚刚好 有没有 这样子就可以做出这个柱子 可是有时候 你们可能不大会操作 有时候造成一个问题 就变成这样子 你看老师把它分开 你在做的时候不小心 没有照老师的方法 从圆点开始做 好 比如你把它分开 分开之后 你要把它卡在一起 是很难的一件事 为什么你看 我这 比如我移动这一个 结果我在移动的时候 我是靠这一点去移动 糟糕 它很难对 跟这个对到中间 因为它是从你移动的 那一个点 它认为比较重要 所以它认为 你以为 它会认为你用这个点 要想要去对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来 你注意看 一定要转成元件 好 转成元件之后 你注意看 好 虽然这个是圆形的 我们先把这个 先把它移开 这个虽然是圆形的 记住 ScheduleUp这边 基本上 它虽然是圆的 可是它还是用多边形的概念去做的 所以你看我从这里 这个端点 接到这边 画一条直径 这边先按ESC 取消这个工 工具的功能 这边再画一条线 所以你可以看 我在这里 是找出这个圆的 终点 有没有 好 我先把它群组起来 好 所以你可以看 我可以很轻易的 选到这个点 去移动它 所以我等一下对齐 就比较容易对齐 好 再来换这个 我把它倒过来看 好 所以你可以看 我也可以从这个点 画到这里 只要是相对的 它就会画出直径 好 不一定要是一个 十字 垂直的线 垂直的线 好 跟这个群组 好了之后要怎么对齐 来 注意看 好了之后要怎么对齐 这个要怎么对齐它 好 来我们用成限稿 限稿的时候 限稿的时候 你注意看 你自己可以看到这个 交 交叉的圆形 我就从这里点 开始移动 移动到这一个点 好 放 所以你注意看 我现在是对齐好了 有没有 所以再把它 把它解散群组 好 分解 我就可以直接选到这个 线 好 里面的线怎么去掉 你也可以暂时把这个东西隐藏 你就点右键 有一个隐藏 有没有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 一样分解 好 我就可以单图寻到这个 好 有没有 好再到 编辑底下 有一个取消隐藏 全部 好 它就卡在一起了 好